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他总是想进各种办法拖延 四大跟他结婚之后 我父母都站在他那边了 我觉得没有人挨我了 有请这一队 有请 马先生30岁来自安徽婚礼主持 英女士27岁来自安徽无业 欢迎两位啊 咋啦 一脸凝重的 我们结婚都三年多了 我呢一直想要个孩子嘛 可是他呢就是不提孩子的事 什么都好 关系也好 但是只要一提到孩子 立马话题就沉重了 为啥 他就是不想要孩子嘛 然后现在是把我微信也给拉黑了 他和他妈妈也吵起来了 现在离家出走 我也是通过很多的人才联系到他 我们现在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生不生孩子 就是他全家人嘛 都向着他 把我孤立了 全家人都逼着我去生孩子 就感觉所有人都不爱我了 那当时你爸妈 也是替他撑腰的 然后我爸妈也是帮他讲话的 但是呢这么长时间一来 从结婚到现在 不管遇到点大事小事 都让父母参与进来 比如说呢 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 家里飞进来一只蝙蝠 那他至于大晚上的收拾行李 就回娘家去了 这倒不至于啊 那回娘家 不是因为你的错吗 就明明就是他们家的婚房 装修时候没装修好 导致了就是蝙蝠飞进来了 结果他偏偏还要怪我 说我没打扫卫生 哦 你是觉得家里卫生状况不好 所以蝙蝠来了 其实这个事情很小嘛 然后蝙蝠进来之后 轰出去不就得了吗 是 我在意的点就是 他要把他妈爸给请来了 就是想让父母都知道这件事了 最后呢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父母以为嘛 我们是因为两个人 没有人去弄卫生 这个是吵起来的 哦 那父母说 我们抽时间去来给你们弄卫生 这样行了吧 然后他才愿意回来的 哦 自从这件事以后了 嗯 他是什么事都跟他爸妈讲 讲我的坏话 刚开始我结婚的时候 他也承诺过我 结婚以后可以不用干家务 但是我就并不是就真的没有去做 然后也去学着去做 刚开始学着洗衣服 做饭嘛 把指甲都给磨花了 然后炒菜的时候嘛 炸锅嘛 头发上脸上嫩的都是油 然后就跟他抱怨了几句嘛 他就说 你要不愿意干就别干了 然后有什么事 他就说卫生有问题 就拿这个说是 嗨 蝙蝠事件是一个导火所算 后来他等于习惯性 就开始找父母是吧 对的 发生什么事 他会向父母告状呢 就是讲咱俩那次 我跟朋友约好的 就是讲我们可能白天没有时间 晚上几个朋友约在一起 然后打个几把游戏嘛 放松一下 然后他就有意见了 那我跟他说了很多遍呀 我说你别打 要么声音小一点 我要休息了嘛 然后他也不听 那也不至于大半夜 那当时都十二点多了 我说我打完这把 大概也就十二点半 一点左右 不就睡觉了嘛 结果他跟我吵起来了 然后他还哭了 哭了之后呢 他给他爸打电话 他爸一听 哎呦闺女哭了 那不得了了 不知道什么事呢 和他妈立马就过来了 因为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近 不行的话 也就十分钟就到了 然后立马就过来了 我忙着就去接待他爸他妈 接待完之后呢 又给他们讲一个事情经过 他爸这什么事呀 没有事情你们休息吧 然后给他妈送回去之后 都两点多了 那我不也是 就是跟他说了很多遍 他都不听嘛 那我没办法了 我只有打电话 跟我妈妈说呀 让他过来跟你说呀 我就觉得吧 他大半夜也不顾虑 我要不要睡觉 不考虑我的感受 就心里就感觉没有我 就连我的身子都能忘掉 他说话特别夸张 你知道吧 当时我是去出差了 我本来打算等回来之后 给他一个惊喜 给他补个礼物 但是没想到 他没等我回来 直接就跟他妈告状去了 说连个礼物都没送给我 然后后来之后 还有很多的小事 比如讲吧 平常在家磕磕碰碰的 磕到床拐子了 我就是没在意会是嘛 然后没去安慰他 他也去告状 说我不在乎他了 然后我平常在外面 工作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 及时地回答消息 然后等我回答消息的时候 发现已经不是你的好友了 拉黑是吧 对 我回家之后呢 行李又不见了 人呢 回家家去了 哦 那我受点委屈了 还不能就回家 跟我妈妈说说嘛 哎呦 我的天哪 这啥委屈 我问问啊 这个资料上面 说您现在是无业 是吧 怎么着 是打算做全职太太 还是怎么了 不是 我之前是有一份工作的 就是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是他不愿意让我做 什么工作呀 就是自己在家嘛 做甜品店嘛 我也是有自己事业 你那也算个事业 就在家做个甜品 那是爱好 那哪能当事业去做呢 那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呀 就是最后不也是 被你搅和黄了吗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一个人能忙得过来 就后来就是生意好了嘛 单也多了 我还要一个人送 一个人做嘛 就忙不过来 可能就他休息的时候 我就说 要不你就帮我送一下嘛 就他也不给我送 我怎么管他呀 我觉得我平常 我也挺辛苦的 你看现在90后 95后 00后 他们对于婚礼要求很高 一赏婚礼下来 要前妻的筹划 要和新人去沟通 还要去彩排 给他们想婚礼文案 结束之后还要后期 一大堆的事 到忘记的时候 我可能一天 也就休息个几个小时 他还让我去 给他送外卖 我不休息了嘛 那我觉得 他就是看不起我 瞧不起我这份工作 那没办法了 我只能就是 喊父母过来帮我忙嘛 然后就这样 就事情也解决了嘛 就有一天嘛 我就回家 他把我东西都给扔了 我能不扔吗 我天天到家 连够热饭都没有 他做甜点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管 他只做甜点 那只顾着他的订单 也不做饭 我觉得最介意的是 父母年龄那么大了 四位父母 谁休息 他把谁给扔过来 来给他打下手帮忙 还让父母有时候 还去送送外卖什么之类的 然后把家里也 糟蹋的那个厨房呀 那个客厅呀 黏糊糊的 都是奶油 那脚上墙上去 都咯吱咯吱地响 夏天了还招蚂蚁 是 如果是这个 卫生环境的话 拆了这家作坊 所以我就决定 让他不要做了嘛 就我不让他 做甜品之后呢 他也做了好几份工作 然后又做了前台嘛 做了几天不做了 觉得太熬夜了 凉起痘痘 做了没几天就不做了 然后又要去 学美容美发 我说行 你去学 我支持你 去店里面 实习了几天 说那个染化膏 气味太难闻了 然后弄到手上都乌黑的 然后也不想干了 我说那行吧 不想干就回来吧 不干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想了想 我说化妆室你干不干 就是因为我做主持的 可能这方面资源比较多 我说你要学化妆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他说行 可以 然后呢去学了几个月 也学回来了 学得也不错 在家画给我看呢 就讲造型啊干嘛 都不错 但是呢 我给他介绍活的时候 他又不干了 为啥 他觉得费用太低了 那你刚开始干的时候 那费用都低啊 我刚刚做主持的时候 我费用多低啊 他看到我现在费用高了 那我也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呀 后来不知道听哪讲了 干微商赚钱 还不累 发个朋友圈 动动手指 钱就来了 然后他建了一个群 把家里的亲戚朋友 多拉进去了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你们两个又吵架了吗 怎么又建了一个群 是不是要宣布什么事情啊 我说不是的 他是想卖东西 说大家都支持他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亲戚朋友也都支持他 然后都买一买 到实验场了嘛 发家也就不买了呗 然后呢 他也不拓展自己的资源 拓展自己的客户 羊毛就专门 耗咱们自己家人身上的 到最后就剩咱爸妈了 然后让咱四位父母买 买的那东西呢 其实也不是BP品 然后有时候质量不好呢 他还不让退 那退了 我不就没有佣金了吗 你说这怎么办 我好奇啊 你娶他之前 他做什么工作的 之前他也是没有工作的 我们是在婚礼上认识的 他的同学的婚礼 是我主持的 他当时就加了微信说 不行的话 以后我结婚 那你也来给我主持吧 我说行啊 然后呢 发现两家离得挺近的 然后就聊聊 就在一起结婚了 所以这么听起来 是一个还未长大的小姑娘 那现在这个生娃的事 是一结婚就想生啊 还是突然提出来 其实我也是比较那种 尊重他意见的 但是呢 时间长了嘛 你一年不生 两年不生 然后有时候我妈妈 讲得多一点 因为我结婚比较晚嘛 然后我妈妈身边朋友 可能讲家里的孙子 都抱一个两个了 比如说我妈妈会随口 提个一两句 说你们怎么还不要孩子呀 是不是身体的情况呀 或者是怎样 多关心几句 他可能听到心里 就不舒服了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既然你现在嘛 就是讲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也是有时间的 我们年龄呢也不小了 所以我们不行的话 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生孩子的日程 给往上提一提 对不对 然后等以后 你真正想好了要做什么 孩子也生完了 还不耽误你 他还不同意 他说啊 生完孩子之后呢 怕身材不好了 怕我嫌弃他了 那本来就是啊 有的人就生完孩子很胖嘛 然后有生生纹什么的 还有很疼 就我一直也说 就不是不想去生 就是没想好嘛 就平常说他有时候对我 就跟老妈一样对待我 就是平常我有喜欢的工作 他不让我去做 在家闲了 他就说我没有工作 总是这样抱怨我 然后我想着 就我们生完孩子以后 这种问题会不会更加就严重了 你觉得没考虑清楚是吧 对 他想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考虑的比较多 好像这个家里的老人 对这件事情 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吧 对的 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来 听说他们两个人有矛盾 都是你们和他婆婆 帮着调和的 是这样吗 我们也不愿意 谈和在他们周年 因为他们年龄还小 我们那个讲两年也就好了 这是你妈妈还是他 那你女儿之前会做家务吗 我闺女从小 也是教成惯养长大的 没做过什么家务 结婚之后呢 他也再一点点地学着做 希望他多保容我闺女 那对于生孩子这件事 您是怎么看的呢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 我也尊重他们的预愿 不希望就打完疫苗再生 他们也都还年轻 我们现在年纪也不大 等你们生完了 我们给你们带 蓝蓝蓝 你也赶紧回家来 请妈妈的话 有什么事 咱们回家慢慢商量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亲 这是您母亲说的 对是我妈妈 离家出走是吧 对 去哪了呀 跑到朋友那边去了 刚才你母亲说的 打完疫苗就要 这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在打那个 供给疫苗嘛 我同事他们就说 生孩子前打比较好 但是呢 他们就好像不理解我 就是说 你为什么就要去 打这个疫苗 就是不想生孩子 然后整这些没有用的 他们就说 我们以前不打疫苗 什么事也没有呀 到你这就很娇气 什么事就一到你这了 问题都来了 我是觉得吧 就是我没说备孕之前嘛 他也不提 这打疫苗的这个事 嗯 我都开始备孕了 然后酒烟我都戒了 他来去 他要打空间疫苗 已经打了第一针了 他都没跟我商量 就直接去打第一针了 我上网一查 这个疫苗得打三针 得打大百年的时间 那你招什么急呀 打完之后 一年还不能要孩子 这就又一年多的时间了 哦 我哪能等得及了呀 所以说你认为 他是主观故意的是吧 对 他就是想逃避生 还是这件事 我跟他说备孕了 然后他跟我来一句 他找到工作了 他之前一直在家里闲着 那我本来就一直在找工作呀 只是没有遇到适合的 然后就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嘛 就在厂里当统计员 我想着就挺好的 可以去工作吧 他那工作一点都不合适 他天天对着那个计算机 很多计算机 那服饰多大呀 一点都不利于备孕呀 然后我妈知道 还挺担心的 就去给他抓了药 就是想让他那个好好的备孕 就是想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结果他倒好 给他买了药 一副都没喝 他拿去泡脚去了 那谁说就是对着电脑 就不好了呀 然后是要三分毒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 说着对身体就没有坏处呢 拿来泡脚也没浪费 对不对 再说了 就后来 我不也是把工作辞了吗 你那是自己辞的吗 你那不是跟老板吵架 然后你不想干了吗 我以为他工作辞了 然后呢 是愿意跟我背约了呢 我还高兴了几天 然后第二天 从我们小区底下 抱了一只流浪猫上来 然后呢 我也没说什么 刚才看小猫 确实挺可怜的 大冬天的也挺冷的 我就没说什么 然后没过两三天 又抱来一只 没过两三天 又抱上来一只 一共抱了有五六只 那我没想着 就是因为这个事 就是想着小猫在那 大冬天傻眼 马上下雪了嘛 会不会在那冻死了 我就想带回家 就养一段时间嘛 行 然后他就说 就是我又找事干嘛的 所以在丈夫的心里 妻子的所有动作 只为一个目标 不要吧 我觉得是的 那我问您几个问题 好吧 刚才您说了不想要孩子 第一 是因为身材会走样 第二 是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怎么去做妈妈 第三 现在这段婚姻 不能给我安全感 第四是其他理由 哪个理由是最主要 现在不想要孩子 就他们总逼着我 去生孩子 然后最关键就是 他们就是联合我妈妈嘛 一起孤立我 就让我感觉就是 全世界都不爱我了 那刚开始她妈妈 都是听她的 也是站在她那边的 但是她后来 越来越过分了 然后呢 你这么着急吗 网上不都讲 男性三十岁左右 女性二十七八岁左右 是要孩子的最佳年龄吗 着什么急呀 你婚姻的目标 就是要个孩子吗 你不觉得 你们现在的婚姻 其实危机重重了吗 你婚前行 我觉得你并不了解 这个女人 所以你婚后很抱怨 你有没有感觉说 成年人社会的真相 就是这样的 全世界总有一天 都不会爱你 什么时候你长大了 你会发现 你爱上全世界了 他们又在爱你了 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娟 我们先说这位先生啊 就是你们现在 确实不太适合要孩子 你跟妻子说 我们要个宝宝吧 其实妻子回答你 我就是个宝宝 你宝宝怎么可能成宝宝呢 你得让她成长起来 先让她成为一个大人 才能够达到你所期望的 你不帮助她成长 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来说这位女士 今天爸爸妈妈有来吗 爸爸妈妈没来 那我一会儿表达的方式 有一点让你不是的话 会怎么办呢 可能从今天开始学着忍耐吧 要忍耐自己去面对是吧 你看她在进步 人生啊 她是要经历啊 三次重大的这个成长的 第一次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会发现 自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了 你现在就已经经历这个阶段了 大家都不爱我了 对吧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了 那第二次呢 是我们会发现 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 终究有些事情 我们还是无法改变的 即使现在你面对这个问题是 你再怎么逃避 生孩子这件事 你未来总要去面对 那第三次人的成长就是 在明知道有些事情 可能我们努力付出 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面 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努力 你现在才达到第一阶 所以你要使自己努力地成长起来 因为你不是她的女儿 你是她的妻子 就希望你们共同地成长起来 好好在一起 谢谢老师 我想问一下男生啊 刚刚我听到妈妈在 变化里边说 我们还年轻 没关系 你们慢慢生 生完我给你们带孩子 我想知道 你听完这句话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段感情中 爸爸妈妈其实操心很多了 你什么想法 我预测一下 你的想法是 对 以后生完孩子了 有爸妈帮着带呢 那你觉得你长大了吗 你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 特别是一个要作为 孩子父母的成年人 首先要做的准备是 孩子生了我自己带 可我没有从你刚才的表情里边看到 你觉得孩子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是应该我们自己带的 你也会认为 对 孩子生完了 就给父母就好了 所以你们两个都没长大 你俩都是孩子 生什么孩子呀 你们两个已经在给两家老人添乱了 他做蛋糕 把父母叫来 全部帮忙送快递 你27岁 你31岁 父母现在也都50多岁了 50多岁的父母帮你们送快递 你根本没觉得有问题 你只是觉得把家搞乱了 很烦 你有觉得父母好辛苦吗 你有想过要不花钱 专门给他去开个店 请个快递员专门来做吗 你没有 你用父母 女生你也一样的 家里乱糟糟的时候呢 你想的是什么 对 爸妈来打扫 既然爸妈都说了来打扫来吧 反正两家离得近嘛 你们走路也不费劲儿 走路还当锻炼呢 来 打扫卫生 你们两个太折磨父母了 我刚刚听到妈妈那个声音 哎 就这样吧 我们其实也不想管 但是没办法 这两个孩子一吵架 必须让我们管 所以男生你先想明白 你结婚是为了什么 找一个女人生孩子 还是找个女人拿来 给朋友炫耀一下 还是只是放在家里边 还是放家里边 他还要为你做饭 打扫卫生 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同样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27岁了 你不是一个7岁的宝宝 等着妈妈去管你呢 你妈还等着你照顾呢 你妈50多岁了 我不知道她送快递的时候 辛不辛苦 我也不知道天热不热 她难不难受 我只知道 我要是你妈的话 我心里疲惫 所以你们首先 先从心里去感恩一下父母 孝顺一下父母 别再拖累父母 第二个你们要做的事情 从今往后 你们家里边所有的事情 不允许父母再参与 等你们先学会了 什么叫妻子 什么叫丈夫过后 再去学会 做一个孩子的父母 所以好好学会 当一个成年人吧 好 谢谢老师 女生刚才有说了一句啊 说你自己有想做的工作 但是她没有让你去做 是吗 对 就是在家就是做甜品嘛 为什么不让她做 就是讲一个是让父母来帮忙 太麻烦了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家里 就是弄得有点糟蹋了 所以在你们决定下一步的时候 先明白什么叫爱 有几种爱 第一 如何去和自己的亲人 表达爱 或者是享受爱 第二 你们之间 什么是真正的爱 第三 如果我们有了孩子 我们应该怎么去爱孩子 先说怎么跟亲朋好友搞好关系 不能是因为自己 把他们所有的生活都打乱 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 过多地牵扯到别人 你想做微商 好 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拉了 最后呢 只剩父母 你说全世界都不爱呢 拜托你怎么去爱全世界呢 你对他们是爱吗 不是 是一种依赖 你对他是爱吗 也不是 你想要一种被宠爱的感觉 男生 你爱他们 你认为你爱 你的爱是什么呢 你就别上班了 你就专心操视这个家吧 这也不是爱 他是有想法的 你剥夺了他做成人的权利 你骨子里是看不起他 做什么都做不好 就是一个孩子 你听我的就可以了 你压根没有尊重他 夫妻之间的爱 一定是尊重为一个前提的 当你们都知道尊重了 都知道独立了 都知道有主见了的时候 再去考虑怎么样孩子 好不好 因为在你们都不能 对自己负责的时候 我们谈什么 去对一个孩子负责呢 就这 好 谢谢老师 上台之前啊 编导悄悄把我拉一边 说咱这个女嘉宾啊 内心有点脆弱 您说话悠着点 这编导就不了解我 你知道吗 我能灌她这毛病 结婚的时候 丈母娘拉着女儿的手说 我女儿从小 什么活都没干过 什么都不会 不会做饭 不会扫地 什么也不会 你可多包容啊 结果你就真包容了 你包容了吗 你假包容 你心里面算着账呢 是不是 多听话呀 什么也不会 多乖呀 还生孩子 她带得了孩子吗 谁带呀 还说 我心疼老人 还不是老人带吗 你娶了她 你说你喜欢 我来这里 你例えば 我坐在ada 自己行吗 我还是什么 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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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不光自己算计 还要逼着我一起和他省钱 我真的接受不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张先生 23岁来自湖南 街舞老师 卢女士 23岁来自河北 主持老师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欢迎两位啊 专门叫主持的 对 叫孩子主持是吧 主要是口才 哦 我今天来主要是因为 之前我们两个在杭州那边 在同一家公司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要被调到上海那边 我不知道 他是走之前跟我说的 现在我们两个的状况是 我在杭州 他在上海 我们两边都租了一个房子 我们两边每个月房租都要五六千 所以我想问问他 到底什么时候回杭州这边 如果他要是没有准备回来呢 那我就去上海那边 哦哦哦 您有什么想法 我在上海那边呢 一个是因为工作原因确实要去 再一个 其实说实话 我不是很想回杭州 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过着还是太难受了 哦 那您是不想回杭州啊 还是不想跟他继续谈下去啊 因为跟他在一起嘛 感觉 他觉得他是节约 但是我觉得他是抠 太抠了 太离谱了 我哪儿抠啊 我就打个比方吧 我说我想喝那个巧克力牛奶 然后他给我拿了一罐奶粉 一杯水 一块巧克力 他说你冲一杯奶粉 喝一口牛奶 嚼一块巧克力 在嘴里晃一晃 那不就是巧克力牛奶了吗 这是一回事吗 我说的也没错啊 就你听嘛 巧克力牛奶 不就是巧克力加牛奶吗 那我们前一阵去超市 超市搞活动 送的巧克力也没有吃 我们家买的奶粉 也有一段时间了 也该喝了 我就想你把它那个奶粉 顺便消化了 把那个巧克力也顺便吃了 你放嘴里摇一摇 它不就是巧克力奶吗 你看 还摇一摇 太敷衍了吧 好歹你说 把那个牛奶加热一下 或者巧克力加热一下 你给它花在一起 那也说得过去吧 你花一花 花一花是什么东西啊 你加热的话 你不要煤气啊 你用微波炉不用电啊 我以为是懒 原来是算计过的是吧 对啊 哦 每种事 他都是这么能算 就每天都有那种 奇奇怪怪的想法 还比如呢 我们机构放假 我当时就想找个海边去玩一玩 他呢 当时也没说什么 他也没说去不去 结果他第二天 整那个投影仪 晚上下了一张那个海边的照片 往那墙上一投 他说 你不是想去海边吗 那咱们现在就是在海边 咱们现在就是住的海景房 你听啊 我们那次就放个两三天的假 然后他说去厦门那边 我就去查攻略了嘛 然后看了机票 看了那个住宿的要多少钱 我们就放两三天的假 去那边一花 要花两三千块钱 花的钱也不少 然后玩又玩不好 那我就想着 正好前一阵 就去拼了一个那个 那个投影仪嘛 也没花钱 我那个照片可不是下载的 我那专门找朋友 人家去玩 拍的特别好的照片 我给他放的 一点都不知足 我还给他扇风 让他感受一下海风的感觉 那扇什么风 那扇的那叫海风吗 那总不是了 你别说你在家看海边了 你想看海底世界 我都能给你放 去说沙漠都可以 是你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对对对 您这是一击在手 走遍全球 对 那就 太空都可以 对 就在家里把世界 就环游了呗 反正他每次都能 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还一回跟他去那个超市 买纸 那种抽纸 一抽三成的 结果只一买回去 他就把那三成全部分开 我说你干啥 他说这样一包纸 不就分成三包了吗 对呀 我说你闲的还对呀 那天下午也没事了 我就把那个纸给分开了 分成三包 三层纸也是用一张 一层纸也是用一张 就擦个嘴嘛 那么那么多事呢 那也太薄了 一张纸你分成三层 那么薄一层 那能擦什么呀 你不会叠一叠吗 叠一叠 反正跟你讲道理也讲不过 吃的也是 咱们去菜市场 去超市买菜 他就专门挑人家 那种烂的 那种很便宜的 哪烂了 那不是烂的吗 烂的给你吃吗 我没吃吗 那就不是烂的 所以你才吃啊 就是超市呢 关门之前 他会有那个打折区 那个菜叶 他只是蔫儿吧了 他不是烂掉了 烂掉了你吃吗 我有的选吗 哈哈哈哈 那后来我们去 家楼下那个店子 去买饼呢 人家买饼都是说 什么一张或者说半张 或者说什么十分之一 他那天 他说他要 八分之五 你说什么是八分之五 八分之五是多少啊 一张饼不是圆的吗 他们卖的时候 不是切四份吗 然后每次我们两个买三块 就是四分之三的时候 他都吃不完 总剩那么一块 我就觉得浪费啊 如果他切八分的话 他吃三块 我吃两块 正好就是八分之五嘛 我觉得我做的没错啊 那你吃多少买多少吧 你多了不浪费吗 吃不完留着呗 怪这个人师傅也不卖啊 你留着的话 我今天我花这个钱 买的是这块热乎乎的饼 那我明天吃的这块两饼 是我昨天花热乎乎的钱买的 那也不合适啊 而且他不卖 我不是不买了吗 我走了吗 那不我给你拉走的吗 就他经常省钱 特别会算你知道吧 就算得还特别细 就你说那种 女生用的那种呼呼品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吧 你稍微买好一点的 也没事是吧 毕竟涂脸上的 他呢还是要去朋友圈 买那种打折的 很便宜的 就那种快过期的 零期的那种 人家没有过期 在我用完之前 他是不会过期的 那不坏了吗 那没有坏 你老说他坏了 人家原价200块钱 一瓶水 然后我就是买的话 他可能生产日期 没那么靠钱 然后打三折 卖给我60块钱 那你说 你这样的话 比原价要合适多少啊 他60块钱 然后一个月也就20块钱 一天也就六毛七 跟原价的相比呢 一天省1块5 然后一个月呢 省47块6 你算过没有啊 那你每个月 你为了省那么几十块钱 那你后来 不把脸用烂了吗 不是过敏了吗 哪有啊 你买好的就没那么多事 只是那一次我用得慢了 他不是每次都那样 我用了那么久了 就那一次 就是用慢了吗 你不用的 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 你买好的不行吗 还说我 我每次省这么点钱 都让谁花了 都让他 他老是把人带回来吃饭 我真的觉得 真的不理解你这种行为 我买一套水乳 跟原价相比 我省了140块钱 我可以再用半年了 你呢 他把人带回来吃饭 隔三恰五地带回来 你说我生不生气啊 多浪费啊 那不就一周一次吗 叫这个朋友回来 吃点饭 喝点酒 没啥问题啊 一周一次 一个月就四次了 不多吗 那咱们管饭 人家不也带东西了吗 人家不也带酒 带零食了吗 他们不来的话 不就不用带了吗 那你后来还找人家AA 我首先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来 第二 我觉得AA这件事 也没错啊 那你让我这个面子 往哪儿放呢 你算算 我们俩平时吃饭 买个西红柿 也就四五块钱 回来炒西红柿炒一袋 那每次他们过来 买西红柿 买土豆 买茄子 买什么买一堆 起码花 我也想买菜 你们家里面怎么没肉啊 西红柿 茄子 土豆 没听见肉啊 真没肉 不想吃 不想吃 朋友想吃啊 孩子 朋友也不想 行行行行 反正每次 他叫朋友回来 都要 就是我们十五块钱 他叫人回来 要花二十块钱 一周一次吧 一个月就四次了 那我这一个月 就又多花六十块钱 这六十块钱 又给我买一瓶水了 你算没算过 那后来 我不也没叫了吗 是吧 这人家是不来了吧 兄弟 他不喜欢别人 来家吃饭 后来也就没叫了 我就说 我平时 我在家里 就上上网 打打游戏 这个总没事了吧 没事 如果人家 别人下班了 出去撸创 出去酒吧 干什么的 我就在家打个游戏 我又不费钱 他还不行 你打游戏 怎么不费钱 怎么费钱 他买了一个电脑 首先他买之前 我是不知道 买之后就买了吧 他那个电脑 那个屏幕是十九寸 待机的话 五到六个小时 要一度电 那边电价是五毛三 那你先这样算 待机五到六个小时 咱就不算了 他一玩就是四五个小时 这玩两个小时 就要一度电 他不说多 一次玩四个小时 你要是不玩的话 我们这一块零六毛 不就省了吗 你一天一块零六毛 一个月呢 三一块八 那我在家休息吗 不 你在家休息 你不能玩手机吗 不能看书吗 你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吗 看书不是买书还贵吗 一本书好几十呢呀 费钱呀 朋友有书啊 可以借啊 哦 书非借不能读也 哎呀 这姑娘厉害厉害 那后来每回呢 她出门 她就得看那个电表 回来也看一眼 后来呢 她喜欢 你自己倒是自律点 每次我出门前 我说少玩游戏 也别玩游戏 她啊啊啊是 我出去上八个小时班 她在家玩九个小时游戏 每次我不看 我都不知道 那你就把电表锁了 那你要是自律的话 我会锁吗 我就在家打个游戏 她还嫌我费电 她那回就给 给那电闸 上了个锁 她出门 她把那个电闸拉下来 然后把锁锁上 我休息 我就在家就当个原始人 我拉电闸 首先我们上班 拉电闸是正常的呀 家里很多那种 不用的时候 那种待机的电器啊 比如说电视啊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拉下来 一天不就很省电吗 在家 是是是是 那我锁上 不是因为你不自律 你成天在那儿 拉开了玩戏吗 所以他们家的冰箱 里面的东西 应该是臭的 冰箱 我们冰箱没有东西 我们冰箱是摆设 我们是饭饭面面的 那倒是可以 那倒是可以 我们有冰箱 不过我们不用 因为我们每天买的菜 当天就吃完了 对对对对 你们这个真是 我只是精打细算而已 那平时我还给她买东西呢 你给她买什么呀 她说她妈妈要过生日嘛 我还给她妈买手机了呢 哎呦 这个不容易 好意思说啊 就那回我妈是过生日 我打算是送我妈一台 八千多的手机 然后那个时候 跟她也说了嘛 她也同意了 就说咱俩一起出个情 就给我妈买的手机 后来她说她 是啊 我买的呀 你好意思说你买的 八千多的手机 她不知道在哪找的 找了三千块钱 买了她那手的 那你说手机 是不是一样的手机 正好我要买那个手机的时候 我朋友知道了 我朋友说 哎 我这儿这个手机 我刚买了一个多月 我要换新款了 他要把那个手机卖给我 他也知道我平时的性格嘛 他就三千多块卖给我了 也没多收我钱 我就说好啊 我觉得首先买这个手机呢 你八千多块钱 确实挺贵的 然后你三千多块买 省了五千呢 我觉得我送给她妈妈 首先是一份礼物吧 孝心 第二我觉得我这种品质 也是值得表扬的呀 但是关键 那手机是送给我妈的是吧 你要说给我用台二手的 那我无所谓 我妈那个时候过生日 你送一台二手的 那她当然觉得你没有诚意了 那谁知道你妈会不高兴啊 要送我妈 我妈就不会觉得什么 其实我觉得 跟她在一起 有这么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已经 生活方面已经很配合了 但是后来呢 她说咱们还得赚赚钱 然后说让我再去办一张银行卡 咱俩的工资全部存卡里面 就都不动 那时候在一起一年多了嘛 平时是她花她的我花我 虽然她说我这么抠 但是我没有拿她的钱 都是她听我的而已 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两个办一张卡 然后把钱存到那张卡里 以后买房买车什么 都是需要钱的嘛 我觉得我做的也没错呀 之前我自己管我的工资 跟她过都过成那样 如果说我以后 我那个工资卡打在那里面 那密码呢又是她设 那工资卡打在那里面 那我每天又不是不给你钱花 那我以后不得死啊 你至于说那么严重吗 我每天没给你零花钱吗 而且你 多少钱多少钱 十块 心情好就有 心情好没有 十块钱 那便当都吃不了啊 我们每天机构是管饭的 然后有水喝 我们只需要晚上回来吃个饭 晚上回来买菜我都做好了 用不着钱啊 我们交通的话 我们可以骑共享单车 家里离单位就三到五公里 骑车过去很方便的 是啊 那这个过程太没意思了吧 生活是吧 总得有一点开心的东西 所以臭小子 你是跑到上海了是吧 你算逃离是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还跟人交往不交往啊 回去以后还是过这种日子 说实话我是不太接受得了的 所以你去上海不是工作过去是吗 你躲我啊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吧 那你也不跟我说 怎么没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你不重视啊 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 没必要把你的钱花到 有没有必要是一个劳动者 自己决定的 而不是有人来指导的 我没有说不让他花 我只是说日常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这种小事方面 是我比较说的比较多 那他平时买键盘啊买电脑 不照样买吗 我也没说不让他买 那我自己挣钱 我自己买 为什么不行呢 去了上海觉得怎么样 那还是舒服了一些 自由的空气很好 喝到巧克力奶了吧 那随时都能喝的吗 还是比姚姚要好一点的 你等我干嘛 说的不对吗 我觉得该用的是该用的 能用的是应该用的 是是是 但你不应该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有一点 就是过度的铺张浪费 我觉得 比如他是怎么过度铺张的呢 就是说有时候 你看他上厕所啊 包括洗漱啊 你说你不用的时候 你就顺手关上呗 是是是 他也不关呢 那你不关 怎么不关呢 你刷个牙 我们这边刷牙 用杯子接了水 他是开着刷 丫头你这个勤俭持家 是跟谁学的 就是从小生活习惯就这样 其实也挺好 找这么一个 特别能欣赏的来的先生 我觉得他们会特别幸福 在我看来 这是生活情绪 真的 多有意思啊 他把电箱锁上了 你偷偷地配一把钥匙 他走的时候 你把它打开 对吧 回来之前在锁上 再偷偷地 他还觉得没那个 这多有意思啊 笨字啊 因为我 笨字是吧 没有 你一看你就是惯犯 我告诉你老周 行吧 小伙子说我有点受不了了 女生觉得很委屈 我这不是为了 我们俩有一个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吗 对 应该咋办啊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彼特文卷 就在我身边 真正发生的 跟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 我小学同学 我们家邻居 你知道吗 他母亲啊 一模一样 他们家 就原来 晾衣服不都晾外头吗 他家那个袜子 就原来这个袜子 底色是什么色的 你不知道 又没有一块整部 到最后 当我同学 上到初中的时候 他父亲再也忍受不了 离婚了 这是在上海的弄团 在上海 非常现实的事情 就这么省 他妈一开始是铁公鸡 就像他一样 你现在基本上跟铁公鸡差不多了 后来发展到糖公鸡 你知道什么叫糖公鸡吗 丫头 铁公鸡是一毛不拔 糖公鸡是走一圈 还得沾点回来 就经常会捡一些 外面的什么瓶子 其实他家不缺钱 就是这样的一种病态式的 到最后 孩子初中毕业的时候 父母离婚了 就是我隔壁邻居 抠和节约 不能混为一谈 它里面有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区别在两点 第一 不能给你身边的人 带来困扰 还有第二个就是 可以对自己下狠手扣一点 但不能对朋友下狠手扣 这样我们也是一样 我买衣服 我从来都是买打折的 多会过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对吧 但是我对我的爱人 我对我的孩子 他们是不打折的 他们全都比我好 就你对自己残忍点没意思 你不能对别人凶惨 所以小伙子 杭州咱不回去了 你原来那过的叫啥日子 咱挣自己的钱 想吃吃 想喝喝 想买巧克力奶 对吧 咱不用摇一摇 不用掺水 咱都原味地喝 离开它吧 孩子 谢谢周老师 女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省钱的目的是干嘛 就是 你准备把省下来的钱 用来做什么 省下来的钱可以 先省着 积少成多嘛 你知道我在之前 看过好几次 省钱达人的新闻报道 我看到了有两个 非常出名的日本省钱达人 你跟他们比 小屋见大屋 有一个女孩 一天所有的 就是早中晚三餐的消费 才九块多人民币 而你还要给她十块钱 但这个女孩 她省钱的目的是什么 在她三十五岁之前 她要买三栋房 然后第二个 日本省钱达人 她所有的省钱 是用来去旅游 因为她最喜欢 做的事情就是旅游 他们省钱 都是有意义的 他们的意义 就是他们最后的目标 我要过 我想要的生活 我要去旅游 我要去见到 更广阔的世界 那你省钱的意义在哪里 刚才我问你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出来 省钱的意义 还要一个 我想告诉你 刚才我所说的 这些省钱达人 他们并没有结婚 他们也没有谈恋爱 因为他们自己 没有找到 跟他们齐头并进的 那个人 所以他就是 自己做就好了 而我想 如果他们真的 能够找到那个 跟他们共同 愿意一起省钱的人 可能这就是 赵川老师说的 生活是有乐趣的 我们两个共同比一下 今天我们花十块 明天我们可不可以 花九块九 省钱要省出乐趣来 你不能让省钱 让你生活变得很苦 特别是你的省钱 你自己没有得到快乐 你最爱的人 他也没有得到快乐 你们把省钱 变成了生活当中 制造矛盾的机器 这个赵老师劝 你的男朋友离开你 我倒劝你离开 这个男朋友 他不适合你 你就应该找一个 适合你的人 恋爱是要欣赏的 没有欣赏的爱情 就没有味道 所以去找最爱的人 离开他 老周家的人观点一致 许总 其实我觉得姑娘 能从省钱当中 找到快乐 我一亲戚就是这样 但是呢 她有点跟你不一样 本质上的不一样 第一 她找的老公 和她是一类人 就是老公 虽然没有她 这么精打细算 但是完全认同 自己也不花什么钱 他们俩还是挺有意思 这小日子过的 第二点 她该花钱的地儿 一定会花钱 该花的一定不心疼 而在你身上 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不恰当的 有些甚至于是 伤害别人的 对的是哪些啊 我们节约水 刷牙的时候 一定是要把那关上 出发点是对的 但是 你接下来有的动作 就极致化就变形了 你其实就不是在节约了 你在干嘛 贪便宜 你甚至于贪便宜 让自己受到伤害了 你的脸 对吧 有烂过一次 你想用那个 送给人家母亲 表示尊重 让获得人家 对你的一个欣赏的时候 你做出什么 从八千去买了二手 你有经过她同意吗 你这是节约吗 你在想贪那个便宜 我既想得到你对我的认可 我又不想花那么多钱 但你这伤害的是什么 你既伤害了自己 又伤害了别人 你还伤害了自己的爱人 得不偿失啊 所以考虑一下 节约的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你仅仅是让自己快乐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不是节约 你是自私 不尊重别人的这种自私的行为 要去调整 就这样 谢谢缺总 你要受不了 就实实在在分手 跟人说清楚嘛 我不是说你分手不对 你分手挺对的 这生活我也受不了 都一样 我就不爱过这种生活 我就想 你偶尔小小的 奢侈一下 小小的挥霍一下 偶尔啊 这也挺正常 你就说清楚嘛 不要拖着 你拖着人家干嘛呢 没必要 至于姑娘 我比较同意 取总观点 我觉得你这不算节俭 节俭是我留下来之后 用到别的地方 你这种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抠门 它其实有一个 很明显的标志 就是你完成了这个事情之后 你是爽的 你是有约感 就你在精神上达到了约 你200块钱的东西 你60块钱 哪怕买了一个过期 你很爽 很开心 这不是说我节俭下来了 而是你通过这种方式来 让自己达到愉悦感 懂吗 我不是说你这种方式错的 这种方式也不怎么对 但是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注意到一点 我说的快乐两个字 就打比方说 刚才很简单一个道理 比如说都是蔬菜 你说朋友也不爱吃 说明什么 说明你认为的快乐 只是你的快乐 你没有感知别人的快乐 你男朋友对什么感到快乐 来你家做客的客人 对什么感到快乐 我们要不要为别人的快乐 去做一些事 当你拥有了自己的快乐的时候 我们为别人做什么 这就回到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的正洁就在这个地方 不在你的生活习惯 而在于你没有顾及你男朋友的快乐 他喜欢什么 他对什么愉悦 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你和他探讨过吗 没有 所以你的未来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他 所以他现在的生活也没有你 这才是问题的正经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小伙子就特简单 分合给人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是他唯一不对的地方 女生也没有什么不对 就是咱们这个生活的想法不在一个维度上面 给你启发一下 你要节约 这钱节约到什么地方去 只要是对物的东西 你怎么绝约我都觉得都不为过 但是当有鲜活人在的时候 就不是谈节约的时候 这不就老师们说的那个情感问题吗 所以他要跑啊 别怪他 放过彼此 如果不爱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说实话我也知道 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就那种生活方式 就是我不太能接受 我不知道原来我所做的勤俭节约啊 精打细算也好 你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生活习惯 它不可能一朝一夕去改掉 刚刚听老师说有的对有的不对 那当然我会尽力地去把那些 不对的事情去改正 但是我觉得勤俭节约是个好习惯 我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就变了 不该有的可以不有 但是该有的我会坚持下去的 我们两个我尊重你 谢谢两位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真正的节约对应的就是浪费 什么是浪费 明明不爱 还说相爱的赖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最节约的一种方式 节约了彼此最宝贵的时间 一起走进爱情保险期 有网友提问说 老师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5年了准备结婚 但是2020年最后一天 他们发了6万多奖金 可是跨年他只给我发了520的红包 我觉得他很抠 是我的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你 发多少钱的红包才算不抠呢 你有没有搞明白 这6万多的奖金和这520 完全是两码事 你应该关注的是 520代表的含义 而不是520这个数字 比6万少了多少 要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同时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